是郭女士和吴先生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 要解决什么问题 主要是解决我们 是否还继续走下去的问题 我现在就是不想走下去了 但是他又不同意 那如果要走下去的话 你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至少当初的初衷吧 要保持第二点 就是不要踩我的底线 第一个 我的底线就是 对我的人品要绝对的信任 不然你说那么爱我 不是等于是假的吗 第二点 小孩对我来讲也是底线 我不管你的 跟我之间的利益怎样 但是绝对得以我小孩的为主先 他之前说的很多东西 他也说过改 但是我就不相信他能够真改 能够到这里来来 就是希望他所说的话 真的要走下去了 至少由你们这个平台作证 我就是说 遇上了自己喜欢的人 自己爱的人 我肯定想跟他一起过到老 照顾他到老 他的小孩就是自己的小孩 关心他 照顾他 这些都是应该的 你们是结了婚还是没结婚 没结婚 经过介绍认识的 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 在这一年半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在相处 前期大概一年不到的样子是聊天啊 这样子互相接触 后面就是属于同居性质了 我认为很多东西嘴巴上说的不可靠 还是要在一起生活的残米油盐 之后问题才会展现 他就是说 我现在对于爱情这些东西 我是没有那么快去接受 你要给我个时间 让我慢慢地爱上你 在场上 吴先生依然希望继续和郭女士交往 但这段感情在郭女士的心里 已经有了裂痕 郭女士想转身离开 但对于分手 他似乎还在犹豫 一年半以前 两人相识之初 郭女士原本是抱着尝试的心态 和吴先生交往 即便是选择同居 吴先生住进了自己的房子里 他也还是在观望 但是没过多久 郭女士就卸下了心房 因为他惊喜地发现 身边的吴先生对他 简直是视若珍宝 体贴入微 他说你这么漂亮 然后你的手那么润滑 以后洗碗 你就不要洗我来洗 他真的做到了 不管是多忙 哪怕是晚上十点钟回来 他都会帮我洗碗 我也会故意就是说不洗碗 就丢给他 看他怎么样 他真的做到了 而且不是一天 到现在 这一点说实话 还是做到了 比如说 我工作比较忙 有时候吃饭 比较不方便 老师要等到中午 吃的那个饭 可能会收掉 他会早上五点钟起来 煮好饭 放到那里 只要他回家 他就肯定会煮饭 煮菜给我吃 还有我比如 如果喜欢吃草 或者什么苹果 他会马上就购买 一箱回来给我 这些都挺关心的 当初厌食 然后慢慢地了解 就深深地爱上他了 他说的那些好 你都做到了 我能做到 就算到老 我都会做到 是属于我的内心 希望他能过得好 开心 而且是真心真意的照顾 吴先生用他的实际行动 践行着他对郭女士的爱 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 郭女士也十分享受 这种被捧在手心的感觉 但是很快 郭女士觉察到了 这段关系的异样 你那个时候能感觉到 他那份深沉的爱吗 我以为是 但是通过后面的表现 又有点好像上 电视里演的那种战友一样的 这种战友的感觉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 大概就是一个月左右 郭女士从这段关系中 感受到不自在 就是从同居一个月后 吴先生的一个 工作问询电话开始的 让郭女士感到吃惊的是 吴先生的这个电话 居然直接打去了 他管辖的门店 一个月后我的同事 因为我是一个小领导 就打电话来说 有个男人打电话来 问您是不是来过 我们这里来寻电呢 寻完电又去哪里了 然后每天经常来几次 就是问我工作上的一些 这些问题 搞得我的店长都很惊慌 开始我就以为是公司领导嘛 我又想 我都工作十年了 公司领导都没打电话 怎么可能呢 然后我就通过他的一句话 他说 你今天是去寻电了吗 我说是啊 我就在想 难道电话是你一打的 他说是 我说你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 私人感情 看不然要牵扯到我工作上去 因为我对工作是非常重视的 他就说 我只是想了解你的工作 我说你想了解 你可以直白地面对面 问我嘛 难道你觉得我会对你撒谎吗 他就没话说了 你做出打电话 这样寻我跟中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不信任我了 你怎能不信任我 你又说那么爱我 那不信任你爱我从哪里来 我那天就是在我们那里高铁站附近 开塔掉嘛 就爬得很高 然后我看到那个风景就特别漂亮 特别美 我就想跟他视频 让他也享受这个美 我跟他视频 他就不接 然后就发来说喜吃 那我就心里面想喜吃 那视频下也是没什么所谓吧 我也知道他是损电 是不是跟领导在一起 或是怎么不能视频 有什么影响 那我心里面奇怪 但是这些东西我要知道 也不懒得 我就打那个电话 到那个网点去 那你要证明什么呢 我就是要证明 是不是有领导跟他去 损电话干嘛 就不方便跟我视频 你是不是真的就怀疑他 对 那你要到结果了吗 没有 吴先生 你心里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 是因为在这之前 郭女士对你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我们之前回到家了 我们几晚上坐在一起 我也喜欢就是 拦住他一起看电视 觉得这样子很奔心 也很浪漫 后来碰他 加发的想拦他看电视 他说不要碰我 我不喜欢这样子 就改变了 所以你心里也会有一些想法了 对 我也猜到他可能是 不放心我什么的 又来查什么东西 我就很反感了 我就把他的视频点掉了 我说 为什么你一打视频过来 我非要给你看呢 这不是说明你在怀疑我什么东西吗 我就偏不给你看 然后他就是一说 那就肯定你车上有个男人 我说既然你要这样去猜想 不信了我 那我讲什么都是白大 既然是已经有一些误会在里头 那如果要解开这个误会 你有没有想过我做点什么 让他心安 我给你看去看一下 我是认为这样做了可能还解决不了问题 那是否以后啊 他会继续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就那个时候已经产生想不跟他在一起的那种概念了 不管是视频通话 还是打电话去公司询问郭女士的行踪 吴先生的举动都让郭女士觉得侵犯了自己的私人领定 即使是吴先生希望借助视频通话表达爱意 郭女士对此也十分排斥 觉得干涉了自己的自由 从郭女士的角度来看 吴先生的这些举动并非偶然 在同居第三个月的时候 因为吴先生的怀疑 还闹出了一场乌龙事件